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第七集播出时 因为要淘汰红队两位选手 博豪、JW、永儿都相当心痛 因为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他们和学员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我觉得我们跟他们已经成为了朋友 然后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在这个台上留的时间 可以再长一点 所以我们都不希望任何人走 因为他们还很小 很心 不希望就是因为一次的挫败 让他们失去信心 希望他们的眼界就是可以扩一点点 你有看过他偷哭这样吗 有啊 他坐在我旁边 然后在这边 再哭啊 因为真的 我们每一个决定真的会影响到他们的将来 比如说 芬琪她说的哪一句啊 不要怪我们的决定啊 哇 这一句真的很难说出口 好像以前看一些比较 比较情绪 很有情绪的一些的电影 然后一个妈妈要送走自己的孩子 然后跟她说你不要乖妈妈 妈妈不想的 哇 不想看到那个画面 但是就真实的发生在我们三个身上 所以就真的很难忘 这个节目真的很难忘 那结果刚刚就是今天说的那一句是眼睛 冷纱 金灵资料其实真的是 真的啊 为什么觉得做不好不会哭啊 做不好也会哭 至于蓝队就越战越勇 在三位导师悉心教导下 学员都有所成长 三位导师也觉得很欣慰 其实我们这一段时间和他们建立了很多的感情 也有培养了很多的信任 所以无论他们在台上的表现如何 好与不好我们都会以他们为荣 就是希望能够一直陪伴着他们成长 刚刚开启的时候我会有一点担心 因为知道当那个好像一个领导他们的一个人 可不可以呢 然后他们在一直进步的时候 我们也是一直在进步 一直在想每一次应该怎么去鼓励他们 然后给他们信心去相信他们自己 然后每一次就是每一回合的时候 也看到他们的进步 其实是蛮感动的